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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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宣传视频24条 张贴夏季百事行动的宣传海报 然后加强社会面的治安防控 然后同步开展了反电信诈骗宣传 以及消防安全宣传 通过检查我们期待指导场所 进一步的完善和规范的执行 疫情防护的基本工作 督促行业场所进一步的规范 依法经营 还有就是要清剿和整改一批隐患 包括治安隐患和消防隐患 本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中 共出动民警辅警26人 发动组织群防群制力量48人 出动车辆6辆 盘查人员60人 检查场所115个 巡查重点部位7个 排查整改各类隐患无处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5人 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 将持续开展 维护社会秩序 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首王都市网络鹏飞报道 7月15号 第19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 正式拉开大幕 在本届汽博会上 很多知名汽车公司 都带来了自己的主力车型 让很多来现场观展的朋友 大饱眼赋 那今天呢 是这个车展的最后一天了 那很多人呢 都趁着闭幕前 赶到现场购买自己心仪的车辆 今天是第19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的最后一天 大家通过镜头啊 可以看到 今天来着参观的市民呢 依旧很多 展位的销售人员呢 也利用最后一天的时间 向市民耐心的讲解车辆的性能 以及活动政策 这款现在中配 高配的话 是93800 这个是88800 看啥需求哥 送孩子 送孩子 那其实整个中配就行了 高配咱就是一个全皮座椅 据了解 在本次汽博会上 消费者不仅享有购置税减半政策 更有长春市6400万汽车消费券 直接让利汇民 新能源车 豪华车 中国品牌等各大汽车厂家 也拿出年度最大优惠力度 全力吸引消费者 今天车展最后一天了 虽然下雨 但是展场的客户 跟头几千比的话 没有明显的减少 反而的话 要比头几千更多一点 今年的销量啊 也是要比往年要更多 因为有几款大的一个车型的上市 我们厂家推出了一些活动的政策 让这些汽博会期间 还在犹豫没有下定的客户 集中在最后一天 让他们一起下定 整个车展期间 大概连定带交是300台车左右 就成交率很高 很多的客户也都享受到了 它那个政府的补贴券 而且我们厂家 包括我们店呢 价格也是低于平时 大概5000块钱左右 最后一天我们展车 基本上也都卖没了 但是我们后续的一批车 马上都补进来了 在展馆内记者看到 无论是品牌的展车钱 还是洽谈室 都有咨询买车下单的市民 很多消费者也是趁着展会 最后一天购买自己心仪的车辆 最后一天感觉可能 油会力度会更大 所以来看看车 今天来的人比较多 孩子还有他爸 然后今天都有功夫 然后就都选择今天来了 咱们中英的车型是哪款的 或者想买车吗 想买 其实基本上这个大厅 都得看看吧 守望都市嘉越雨风报道 第十九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 是今年国内举办的首个大型车展 今天本届汽博正式闭幕了 回看一下 这次活动也是让汽车 在夏日的春城 绽放出了独特的魅力 今天下午 长春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了发布会 对本届汽博会取得的成果 进行了介绍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本届汽博会共销售出3万多台汽车 发布会上介绍 本届汽博会参观人数达到61.8万人 其中主会场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入场人数20.2万人 分会场参观人数41.6万人 在全国车展中首次启动云上汽博会 线上浏览观众12余万人次 销售车辆30705台 成交额63.33亿元 据统计 汽博会期间 各大中型酒店入住率均达到今年的峰值 平均入住率较早退前提高了65.1% 公共交通运送乘客增幅达到155% 出租车 网约车是平时停泡量的10倍 乘送旅客1.8万人次 比平时增幅达到125% 发布会上还介绍 汽博会期间 长春市开展了多项配套活动 这其中就包括了 投入64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补贴活动 面向在汽博会参展企业购车的 个人消费者发放汽车消费补贴 这些举措叠加国家和各参展商推出的优惠力度 最大限度让你购车者 可以说用史上最密集的政策组合权 极大地促进了百姓汽车的消费 首网都市程翰广微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 大暑的到来也预示着一年当中最炎热的季节来了 不过在这儿特别要提醒大家 在防暑降温的同时 最近几天咱们可还得注意降雨才行 因为呢根据我省气象部门的预报 从今天开始呢新一轮的降雨即将到来 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具 注意出行安全 即日起到26号我省将再次进入多雷雨天气时段 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目前这个降水已经在我们省西北部开始了 放往前后吧应该自西南降东向北扩展 其中在我们省的西北部的白城地区 还有通化地区南部 这一带呢降水量更加明显一些 降雨的量级呢可以达到40到70毫米 像长春南部 四平东部 辽园 吉林 通化的中北部 白山的西部 沿边的西部 还有长白山保护区这一带呢有中到大雨 其他地区呢基本上以震雨 雷震雨为主 预计本轮降雨 我省部分地区发生局地突发短时强降水的可能性较大 25到26号呢我们省大部呢 仍然有分布不均的降水天气 个别的这个乡镇地亚上可能会出现 大于100毫米以上的降水 东部地区山区比较多 前期降水量也比较大 像辽园 铜化 白山 吉林南部 沿边西部这一带都要格外引起注意 守王都市霸道 一起奔腾B70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分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办同城长 长春农生银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龙腾香哥里提醒您 长春多云19到29度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提醒您 白城多云19到29度 空军昭飞提醒您 松原多云20到28度 四平卫校提醒您 四平多云20到29度 道一丝法尔提醒您 辽园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 小糊涂鲜酒提醒您 吉林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 含销会米线冷面提醒您 通话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 老泥轿提醒您 白山小雨18到28度 金生牌天然松人路提醒您 严吉小雨18到27度 飞碟汽车提醒您 长白山小雨15到26度 广发银行提醒您 长春多云19到29度 更好的时代 指得更好的你 孟智兰孟六家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美好城市 梅河新区 欢迎您 梅河新区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两级法院 第三届法拍车直播活动 将于28号启动 集中性型车辆拍卖 是咱们长春地区 很有独特性的 采坛指示方式 机动车号牌保留两年 为啥换车之后用不了 DA777MM 又新购买了一台车 我一落牌的时候 发现车号没有了 它这个原号 不会存在说是丢失的问题 只是暂时的一个数据 可能是交换的时候 存在点小误差 为保护申请执行人的 合法权益 长春市宽城区 人民法院下发全省首份 拒职犯罪警示教育书 通过法院对其谱法 以及送达这个警示教育书 被指引认识到 它的行为 是可能涉嫌构成犯罪的 长春市二道区 民风社区 开展党建引领 幸福小区创建活动 有这个幸福公约 咱们有事的话 互相帮忙 万一咱们解不了了 往那个社区 或者往这场 马上就到 本来没有倡导医患户信的 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上午 在长春市凯旋二手车市场 举行了第三届法拍车直播日活动 据了解 活动由长春两级法院 与京东拍卖平台联合举办 那此次参拍的法拍车 包括红旗 奥迪 一级大众 森牙等品牌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通过京东拍卖进行查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凯旋二手车市场 今天上午 我将在这里举行 长春两级法院与京东拍卖平台 联合举办的下拍专场 第一波法拍车专场的直播 那么这也是长春两级法院 连续第三年组织开展 法拍车集中拍卖活动 在本次拍卖活动期间 可以使用京东小金库 交纳保证金 可以享受到9.98折的优惠 最高优惠力度 可以达到100万元的优惠福利 我们京东平台呢 也会为大家提供京拍宝 京东车过户等全流程的服务 以此来保障用户的体验 最了解此次参拍的法拍车 包括了红旗 奥迪 一气 大众 森牙等品牌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登陆京东拍卖 点击司法拍卖 下拉菜单 找到长春两级法院下拍专场 那么您可以关注您喜欢的车辆 正式开拍的时间 是在7月28日上午10点 集中进行车辆拍卖 是咱们长春地区 很有独特性的财产主持方式 我们两级法院 就是在打造属于长春的 网络司法拍卖的品牌效应 前两届法开车的活动 无论是参与人 成效率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今天的第三届法开车 我们也要借助京东直播带货 带火处置车辆 促进大麦 保障当事利益最大化 省王都市流畅功雷报道 未来让患者可以错峰就诊 享受更舒适的一站式医疗服务 吉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 将从7月28号起 开展特色夜间门诊服务 那具体来看一下 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吉林省人民医院 皮肤科将于7月28号起 开展特色夜间门诊服务 由多名专家轮流做诊 并实现皮肤科检查 治疗项目全覆盖 包括皮肤静检查 真菌荧光静检 上药患药等诊疗服务 夜间门诊时间 16点30分至21点30分 皮肤科热线电话 0431-8559-5338 长春冲锡结合医院 发布接种HPV疫苗的预约通知 接种时间 上午8点至11点30分 下午13点至16点30分 医院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威海路639号 预约电话 0431-8227-7120 长春市陆园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110人 本次专项招聘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 报名网站 2022年长春市陆园区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网 报名时间 2022年7月27号至7月29号 长治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定于7月25号至7月31号 对部分小区的居民用户 进行燃气管线 燃气设施入户安全检查 高薪客户服务中心管辖区域安景小区 设计花园 农创上城 保利罗兰香谷 红苹果家园 枫树园 保兰雅区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我省的白城市呢 勇于光照充足 昼夜温超大 非常适宜燕麦的生长 眼下呢 白城市的20万亩燕麦 迎来了收割季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吉林白城 陶南市的湖仓村 今天啊 是当地的燕麦 开连收割的第一天 在航拍摆镜头下 可以看到多辆大型的联合收割机 犹如一支支画笔 在金色的画板上 勾勒出丰收的景象 今年啊 白城市的燕麦种植面积呢 是达到了20万亩 这里种植的燕麦呢 叫做裸燕麦 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铃铛麦 你看啊 在我手中 就是我刚刚在田中 采摘出来的一株麦碎 刚刚我查了一下呀 一共是有43个小铃铛 那当地的专家告诉我 如果大部分的麦碎 都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数量的话 就意味着疯产 经过侧产 今年当地的燕麦 预计增产10% 据了解 白城市的燕麦 采用的是一种绿色化的种植方式 可以看到啊 燕麦在收割之后呢 田间有这种20公分高的 这样的一种杂草 其实正常来讲呢 它是能够长到半米高左右的 那为什么现在这么矮呢 就是由于现在这里的燕麦啊 是一种经过改良的 耐延寒的这种杂椒的燕麦 它是 它是在每年3月份的时候 田间还有积雪的时候 就已经播种完成了 而这种杂草呢 是在每年5月中旬的时候 才可以生长 那高高在上的燕麦呢 就遮挡住了光照 抑制住了这种杂草的成长 这样一来 每年的这种田间管理的过程当中啊 就不需要使用除草剂了 燕麦收割后 再过三五天的时间 这片土地就会被拨种上燕麦草 10月份的时候可以再收割一茬 作为饲料出售 这是当地近年来探索出来的一种 一年两季的种植方式 可以让每公顷的土地多增收5000元左右 近两年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 当地以燕麦为原料的食品 生活用品等产业 也是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长 这也带动了当地燕麦种植面积的扩大 这一串串像铃铛一样的麦穗 不仅增加了这里的种植品种 也奏响了农民朋友的幸福乐章 视网都市编辑报道 秋粮产量呢 占到我国全年粮食产量的75%以上 那为了有效的提高粮食综合产能 今年呢 农安的一家合作社啊 对6000亩玉米地改用了保护性耕作 目前呢 玉米长势好于普通耕作的地块 今年我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 目前东北主产区大豆开始结甲 玉米抽雄 黄淮海下玉米正在拔结 长江流域中到大部分进入分涅拔结期 东北主产区是我国最大的秋粮产区 今年中央投入32亿元 大面积推行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以覆盖8300万亩黑土地 有效提高粮食综合产能 在我省农安的一家合作社 6000亩玉米今年全部改用了保护性耕作 玉米长势好于普通耕作的地块 我给你耗一下 你看它的根系 它的根系非常陌生 产量体现每公顷大约得超 一到两千斤的产量 今年中央推广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1500万亩 其中六成以上都在黄淮海主产区 山东德州重粮大户王文昌 试着种了1000亩 但是除草让它遇上了难题 因为大豆玉米的杂草种类正好相反 一旦药液相互飘移 就会造成大面积减产 让它没想到的是 中央加大农机补贴支持力度 推动专用纸宝机研发上市 解了它的燃眉之急 在一个车上装了两个药箱 而且是两套单独的喷雾系统 隔板外面扎了一层隔联 保证了出所的安全 今年中央加大推进化学农药减量增效 绿色防控整建制推进线达320个 省部共建示范基地达100个 开展技术模式集成和示范推广 安徽书城重粮大户 刘关城的500多亩中道 就在示范基地的项目区内 通过物联网实时监测水肥情况 农技人员根据需要精准配方 实现了化学农药减量的同时 促进中道生长发育 最起码要省几十几肥一摩天 最关键的时候 把这个肥药洒下去了 能促进它的大碎 文产 高产 轻血半位片 国药清后血血好心脑好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机动车号牌保留两年 为啥换车之后用不了 DA777MM 又新购买了一台车 我一落牌的时候发现车号没有了 它这个原号不会存在说是丢失的问题 只是暂时的一个数据 可能是交换的时候存在一点小误差 为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下发全省首份拒职犯罪警示教育书 通过法案对其谱法 以及送拿这个警示教育书 被指引认识到它的行为 是可能涉嫌构成犯罪的 长春市二道区民风社区 开展党建引领幸福小区创建活动 有这个幸福公约 咱们有事的话 互相帮忙 万一咱们解不了 往社区或者往那场 马上就到 门诊时长一刻钟 住院不用救押金 本来没有倡导 医患户信的国文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最近长春的傅先生 给我们打了电话 说他在2021年的时候 通过12123拍了一个车牌量号 一年之后傅先生把这车卖了 车牌号则留在了自己名下 前段时间傅先生再次买了台车 在准备落户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车号没了 为了帮助傅先生了解事情的缘由 我们的记者也去到了长春市车管所 经过工作人员的调查 最终找到了这个车牌号 21年2月8日在长春市交管123这个平台上 牌的号码GA777MM落到一台 骑打牌轿车上 22年6月27日又新购买了一台车 我一落牌的时候发现车号没有了 傅先生说他将骑打牌轿车出售之后 原本想给新车登记原有的号牌GA777MM 可是不论自己通过交管12123APP 还是到车辆管理所办理 都查询不到相关信息 让他很是着急 按照咱们当地车厂所的政策 就是用满机动者号牌一年以上 自动为我保留两年 就是还在我名下 我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也查不到什么原因 说要么等商贸总队 我等了一个月到现在也没有回去 我临牌已经过期 那么事情是否如傅先生所说 名下的这个车牌号又到哪里去了呢 随后记者来到了长春市车管所 工作人员表示 此前就已经了解过傅先生的遭遇 该问题正在上报解决中 当时那是六月份他到亚星服务站 去办理二手车转入业务 在保留原号时系统不支持 技术部门进行了报告 他这个原号不会存在说是丢失的问题 只是暂时在一个数据 可能是交换的时候存在点小误差 在现场工作人员再次联系了傅先生 当初办理车牌业务的服务站 经过查询 最后系统中显示了傅先生的车牌号 并不存在号牌被别人盗用丢失等问题 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 我们马上整理材料 向省总队呢 技术部门进行了报告 今天呢又通知亚星服务站 进行了一下测试 结果通了 机动车号牌 国家有一个统一规定 机动车所有人使用一个机动车号牌 只要达到一年以上 他在交易过户以后呢 这个号牌是给他保留两年 目前傅先生已经前往服务 正常办理车牌登记 事情得到了解决 首网都市报道 为了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以最快的速度挽回当事人的经济损失 近日呢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针对一起进入执行阶段案件的被执行人 下发了全省首份拒职犯罪警示教育书 张某等七名老师是长春市一个教育培训机构的员工 2021年的时候 该教育培机构出现了困难 开始拖欠部分员工的工资 承诺是同年9月10号 偿还欠款 到期后 培训公司仍然未按照协议 履行还款义务 张某等七名老师呢 就将培训公司诉至我们法院 经审理 法院依法判决培训公司 给付七名老师工资 共计8万元 并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履行还款义务 然而培训公司并没有按照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期还款 2022年6月20号 张某等七名老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 我们得知 培训公司一直处于进行状态 应当有能力履行还款义务 所以说 我们决定对培训公司进行现场搜查 发现培训公司将部分培训费用 转至公司个人账务名下 涉嫌到转移财产逃避债务 为了保护七名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尽快将案件执行完毕 法院方面也针对被执行人 存在逃避执行的侥幸心理 根据真实案例制作了全省首份 长春市昆城区人民法院 拒职犯罪警示教育书 并第一时间送拿给培训公司 刚开始被执行人的法令代表人 认为说是自己这个行为并不构成拒止罪 而且认为说只是迷失案件 不会涉及到刑事犯罪 通过法院对其谱法 以及送拿这个警示教育书 被执行人认识到他的行为 是可能涉嫌构成犯罪的 在教育书送达后不久 法官就接到了被执行人 培训公司代理人的电话 表示会积极筹措资金 偿还工人工资 2022年6月23日 培训公司便将8万元 转给张某等欺民老师 该案件仅用了三天 便全部得到执检 首王都市同飞海军报道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多次报道过买卖车辆的纠纷 除了因为车本身质量产生的分歧之外 买卖双方在服务方面出现的争议也不少 比如订金交付 退车退款等等 今天的律师说法 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购车的相关话题 素案件还原真理 帮民众解乎无忧 今天的律师说法 为您带来的第一个话题 是张先生在当地的一家车行 看中了一款车 于是通过微信 给销售人员转了2万元定金 张先生要求贷款购车 销售人员一开始表示 可以为其办理70万元的贷款 结果却只贷下来60万 张先生觉得不合理 不想购买了 想退定金 而商家则表示 不清楚张先生个人争计情况 所以被办理成功 这定金也不能给退了 车行的说法合理吗 本案当中并没有证据证明 张先生支付的2万块钱定金 符合定金罚的相关规定 所以在双方的合同 没有办法实际履行的情况下 商先生是有权要求商家 退还2万块钱的定金 但如果张先生当年约定的是 适合定金罚的定金 那是否要退 就看到底是谁的过错 商家承诺帮张先生办理贷款 没有办理成功 属于商家的违约 商家应当退还 但如果商家并没有承诺帮助张先生 办理贷款 而张先生自己的征信原因 办理不了贷款 因此没有办法购买车辆 属于张先生的违约 根据定金罚的规则来讲 张先生是没有权利要求退还的 现在车行不愿意退定金 那张先生应该如何维权呢 如果该定金符合退还的相关法律规定 商家拒不退还 张先生是可以先与商家进行协商 协商不成的可以去当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 要求居中调解 如调解不成 也可以就相关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 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下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去年5月刘师傅花了10万元钱 在当地的一家农机公司呢 购买了一台小卖收割机 钱在卖收时节赚点钱 但是令刘师傅没有想到的是 新买的收割机在第一次工作时就出现了问题 那刘师傅提出要对方赔偿误工费等费用 但是呢并未与农机公司达成一致 那么刘师傅提出的赔偿要求是否合理 退款要求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呢 在法律当中 误工费通常是指人身受到损害之后 因为遭受伤害的人在此期间 没有办法工作产生的减少收入的损失 那裁教误工费 本案当中呢并没有人员受伤 而所谓的误工费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 那是否应当赔偿要是具体情况来分析 如果在合同当中约定了明确的交付时期 并且约定了相应的违约责任 我们是可以按照合同去主张的 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约定 这个损失又属于间接损失 通常呢不太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 清血白味片 国药精控血血好心脑好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长春市二道区民风社区开展党建引领 幸福小区创建活动 有这个幸福红约 咱们有事的话互相帮忙 万一咱们解释不了的 往那个社区啊 或者往那场马上就到 门者时长一刻钟 祝愿不用交押金 本来没有倡导医患互信的 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 独家冠名播出 前不久呢 上海某精密机械公司 与四平当地的一家重点企业 在履行合同时产生了纠纷 那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了解到呢 双方已经合作多年 为了不让双方因为这些矛盾 影响未来的合作 法官进行了一天多的调解 最终呢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这是上海某精密机械公司 与吉林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发生合同纠纷后 经过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现场 吉林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是四平市重点民营企业 于2017年与上海某精密机械公司 开始合作 先后共签订6份合同 合同标的额达5000万元 后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 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 对双方事实进行了详细了解 实地踏查 庭审中 通过双方当事人的素变观点 及查明案件事实 何一廷得知双方存在多年业务往来 为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 以及后续合作可能 通过法官的事法明理 双方当事人认识到 合同旅行中各自的不足 经过调解 本案及铁东区人民法院的 诉讼执行案件 共三个案件顺利解决 7月14日 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调解协议 四平中级人民法院对我们双方进行积极的疏导 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 减少了我们企业的精力的分散 同时呢 也给我们对四平 当地企业的营商环境 我们有更大的一个了解 这次呢牵扯到五个合同 四平中级积极调解 达成和解协议 非常感谢咱们四平中级 下一步的伯伦公司 积极努力 搞好经营 为你地方多做贡献 首王都市白鸽 通讯员费纪维报道 小区呢 既是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又是城市布局中 不可或缺的微观单元 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 推动服务基层工作呢 向居民小区延伸 以开展党建引领幸福小区 创建活动为契机 荣光街道民风社区 陈瑜小区居民 相约幸福公约 互帮互助 共创美好家园 已经路到二楼了 行啊 你回了吧 好像是你 应该是你家厨房那两楼 你看一眼 是不是忘关了 长春市二道区 荣光街道民风社区 陈瑜小区 位于民风大街 与荣光路交汇 始建于2005年 共有八栋楼 656户 1646名居民 配备网阁长一名 楼栋长八名 单元长24名 在小区党支部的组织下 小区居民自发制定 小区幸福公约 互帮互助 共同旅行约定 形成良好 向上向善 邻里关系氛围 有这个幸福公约 咱们有事的话 互相帮忙 万一咱们解读不了的 往那个社区啊 或者往那上 马上就到 像我们等半夜灯坏了 午夜 马上就休息 都老年人在家比较多 因为儿女上班 非常安心 一平毫米七毛五 咱们环境相当好 手里卫生相当好的的 住这个小区 感情很幸福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二道区的 民风社区 陈宇小区 那么大家看 进入到这个小区啊 映入眼帘的 就是小区环境的建设 在我身后的彩绘墙呢 是小区党支部 发动三名 美术特长生的 小区居民 为小区内部楼梯 进行的墙体彩绘 那么同时呢 还对小区内部呢 有很多的一些装饰 在美化环境的同时呢 也营造了 和谐的邻里氛围 当然网阁长 已经将近八年了 然后呢 它本身我自己吧 也在这个小区居住 跟物业联署办公 物业呢 就平时居民 有什么需求了 它会及时地反映给我 反映给我 我会汇总以后 我会及时地反映给社区 然后及时帮助居民 解决一些居民的 所需需求 希望通过这些 能达到我们小区的 邻里之间会更和谐 居民的幸福指数会更高 首昂都市 英杰 彭飞报道 虽然现在还是盛夏时节 但是有关供暖的话题 已经开启了 那为了避免临近供暖期的时候呢 办理业务的人排队过多 目前呢 长春市的多家热企啊 已经全面开启了 热费缴纳等工作 目前已开启热费缴纳的 由大唐长春热力 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公热集团 有限公司 雨光热力 长春静月潭 公热有限公司等热企 现在到窗口来办理业务的主要就是 更名过户的这样的用户 然后呢 就是供热状态发生变化的 比如说他去年是正常用热 那近冬呢 他需要办停船 就需要到我们窗口来办 如果您家今年的供热状态 没有发生变化 也就是正常缴纳热费 您无需来到窗口办理 只需要用手机即可办理 如果您家今年的供热方式发生变化 需要在9月20号之前完成变更 并缴纳相应费用 另一个供热节点是10月20号 正常缴纳热费的热用户 要在此之前交其采暖期热费 逾期未缴费的 按照合同中约定 收取应缴热费5%的违约金 守王都市报道 未有效防范化 化解城镇燃气安全风险 防范燃气安全事故 从今天起 我省开展城镇燃气安全 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 燃气安全事关民生大忌 发展大局 燃气安全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 复杂性和特殊性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 聚焦关系公共安全的各类场所 突出燃气经营 燃气输送配送 燃气使用 燃气工程建设 和燃气具生产销售5个环节 围绕31个方面的典型问题 开展拉网式清单式排查整治 坚决防范遏制燃气安全事故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 形成合力 全力开展隐患排查 确保抓时抓细抓出成效 对工作不重视 落实存在表面化 形式化 口号化等问题突出的 要采取坚决态度 严肃进行追责问责 守望都市报道 清血发微片 国药清凤血血好 心脑好 欢迎您据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7月23号 甘肃省白银市井泰县 一煤矿企业发生 冰坡坍塌事故 导致10人死亡 7人受伤 事故发生之后 甘肃省已成立 省级事故调查组 对事故原因展开深入调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甘肃省白银市井泰县 红盛梅业有限公司的矿区 那么在7月23号的中午11点左右 矿区的17名工作人员 在乘坐这个施工车辆 前往这个作业面的时候 路过一处边坡 这个边坡呢 突然发生了坍塌 导致17名人员遇险 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 当地公安 消防 应急等部门 立刻派出工作人员 和抢险人员来进行一个救援 那么截止到晚上的8点左右 随着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 那么整个救援宣告结束 事故共造成10人死亡 7人不同程度受伤 7名伤者中 1人因心跳过速 转院至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治 6人在景泰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 目前伤势稳定 当地已启动事故上后处置 和事故原因调查工作 并将及时通报相关情况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近日在贵州关领县的 一处加油站旁 一辆停放的货车 突然起火燃烧 警方通过附近的监控发现 起火原因竟然是两名初中学生 故意而为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 事发当天凌晨 一名身穿白色衣服的人 进入到加油站旁的 一辆货车驾驶室内 当时还有另外一人 已经提前进入驾驶室中 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 货车驾驶室突然起火 车内两人随即离开 现场火势越来越大 不时发生燃爆 货车离加油站 只有不到20米远 情况危急 加油站工作人员发现火情后 迅速拿出灭火器 对火势进行控制 并及时向消防部门报警求助 由于加油站工作人员 处置及时 火势得到基本控制 消防人员到场后 将雨火进行扑灭 为防止复燃 消防人员对车辆内部进行清理 确认无复燃可能后 将现场移交当地警方 目前当地警方已将涉事人员抓获 据了解二人均为初中生 发现货车没有上锁 就用打火机点燃了驾驶室内的物品 由于二人都还未满16周岁 警方不予以刑事处罚 两人的家长除了被责令对孩子加强管教外 还要承担火灾事故的责任 并且需赔偿火灾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首网都市编辑报道 超高建筑曾经受到全球众多国家的热捧 甚至一度被视为评判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是近期国家发改委再提限高令 不得新建500米以上的建筑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近日 长沙某高层写字楼前排泄了望不到头的长龙 他们都是早高峰等待楼内电梯的上班族 在高层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们常常调侃自己 躲过了早高峰的地铁 却躲不过电梯前的长龙 高层建筑人口容量大 但高峰时期电梯不够用 也几乎成了这类商柱楼的通病 平时最怕的就是电梯故障 家住山东烟台某高层小区的业主们 最近就因为这个问题叫苦连连 现在有200多户 每天我们都需要爬着楼去回家 每天上楼的时候 起码得歇个十四二十次的 我们都承过很大的困难 如今超高建筑的身影在各个城市随处可见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15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超过2900座 其中200米以上的超过900座 高层建筑曾一度被当成 地区评判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 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是位于迪拜的哈利法塔 总高828米 此外 上海中心大厦总高632米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总高592米 事实上 超高的建筑建设和维护成本相当惊人 往往是普通建筑的数倍 据了解 像迪拜的哈利法塔 在夏天制冷需求最高峰时 需要约1万吨冰块融化所提供的制冷量 高峰期的电力需求更是达到了36000度 相当于同时点亮36万个100瓦灯泡 高层建筑实际上是对这个小气候干扰是非常大的 高层楼底下有高层风 包括光污染 有些地方的高层在很远 尤其是下午扫人 太阳比较低的情况 那个污染是非常刺眼的 对城市正常的交通 行车 这个都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 近日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要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 不得新建500米以上的建筑 而且在方案中 对新建250米以上的建筑 也提出了要进行严格限制 近来在网络上有传言 接种新冠疫苗会引起白血病和糖尿病 甚至会影响人体的遗传发育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对此做出了回应 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新冠疫苗的接种 不会引起白血病和糖尿病的发生 也不会引起像 有些网络信息所说的 影响人体的遗权发育 导致准流扩散 或者是引起抗体 依赢性增强 等现象 我想这些网络上的一些不负责任的 也能是错误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表示 疫苗中的各种物质 对人体是安全的 不会直接治病 根据临床监测和统计数据显示 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后的四年中 糖尿病和白血病的救诊人数 和住院次数基本一致 无显著变化 这表明 接种新冠疫苗 不会引起白血病和糖尿病的发生 此外 目前我国接种数量最大的 新冠灭活疫苗 有充分的安全保障 并得到了国际组织的认可 与国内外以上市的 并使用数十年的 假肝疫苗 狂犬病疫苗 脊髓灰质炎疫苗的 生产灭活工艺基本相同 至今未见接种这些疫苗 与发生白血病与糖尿病 有关联的报道 目前我国新冠疫苗 在国内累计接种 34亿多计次 每一支疫苗来源可追 去向可查 守王都市编辑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23号宣布 目前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 传播的喉斗疫情 已构成了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是世卫组织当前 可以发布的最高级别的 卫生公共警报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 目前已有75个国家和地区 向该组织报告了 超过1.6万例喉斗病例 并有5人死亡 世卫组织当前 对喉斗疫情的评估是 仅在欧洲地区处于高风险 此外在全球及其他所有地区 属于中等风险活动 喉斗疫情虽然目前 对全球交通的干扰风险 仍然很低 但存在进一步国际传播的明显风险 世卫组织宣布 喉斗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 将有利于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应对喉斗疫情 并对应对疫情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喉斗是一种病毒性 人畜共患病 由喉斗病毒感染引发 人感染喉斗后会出现 类似患天花的症状 初期症状包括 发烧 头痛 肌肉酸痛 背痛 淋巴结肿大等 之后可能发展为 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 多数患者会在几周内康复 但也有患者病情严重 守王都市编辑报道 怕热糖 喝碱醇 君乐宝碱醇酸奶提醒您关注 天气变化 酱心美味 醇香牛肉 泡越牛肉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昏山先不是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没有花丹 共成席 花丹啤酒提示您 关注天气变化 君乐宝碱醇提醒您 长春多云19-29度 泡越牛肉提醒您 白橙多云19-29度 威尼斯水上乐园提醒您 松原多云20-28度 安巡通提醒您 四平多云20-29度 海信集团提醒您 辽园小雨转多云18-29度 中良福林门提醒您 吉林小雨转多云19-28度 华镇社区团场招募提醒您 通话小雨转多云18-28度 复兴与松荣酒提醒您 白山小雨18-28度 幽密蓝莓精酿提醒您 严吉小雨18-27度 爱毛台美生活提醒您 长白山小雨15-26度 精管学院提醒您 长春多云19-29度 飞碟汽车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新风自由响 美的家用中央空调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新鲜八味片 国药金控鲜血好 新脑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观众留言 那今天留言都是跟这个法拍车有关的 网友向杨花说啊 感觉这个法拍车特别好 家里呢 最近正好要打算买个二手车 想提前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车型 还有人说 现在拍卖真的是太方便了 直接在手机用软件就可以竞拍了 不光是节省时间 而且关键是由法院备数 所以呢 这至少就不用担心花无损车的钱 你去买到大修啊 或者水淹的这样的车了 这样的感觉特别有底啊 还有网友留言说呢 之前也看到过这个法拍车拍卖 感觉都不贵 就是不知道最后呢 会有多少人竞价 车况好的就抢手 那多进几轮下呢 就抬起来了 那其实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多多地关注一下 那今晚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稍后的经典剧场呢 将继续播出都市情感剧 《我的儿子是其他》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